他的文章说美国芯片的价格 有部份的产品价格跌了九成 找不到买家 主要原因就是中国的买家消失了 我看回那个内容 本来我就想说会不会跟近来英特尔股价下跌有关系呢? 好像似乎没什么关系 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买的芯片大部份都是 所谓的这个传统的制程芯片 就是Legacy Chips 这就不算是尖端芯片 尖端芯片是12纳米以下 现在是说可能生产到最强的那些 是生产到2纳米、3纳米 最强的那些就是台积电那些 英特尔、英伟达那些全部都是有机会生产12纳米以下的高端芯片 那这个也是美国是打压中国的一个其中一个重点 高端芯片 我刚才说回那个文章先说 美国芯片价格有些跌了九成 那应该就是指一些28纳米 那些比较低端的芯片 但是不要小看这些所谓的低端芯片 这些Legacy Chips正正就是 广泛被应用在日常的 科技产品多中 比如洗机、汽车、电视、电器、医疗设备等等 以往就算是连这些28纳米芯片 中国也是长期大部分依赖进口的 特别是美国的芯片 这个也是一个世界贸易的正常现象 当美国的芯片 就算它有28纳米芯片 广泛地生产 而它又愿意卖给中国 那么中国是愿意去买的 比自己研发更好 因为自己研发始终需要投入 很大的科研费用 需要时间 即是现成世界上有其他国家 有28纳米芯片卖的 以往中国也会卖的 但是随着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 最初当然是打压 就是28纳米这些 既然如此 中国就自己研发 其实很短 经过了几年 现在28纳米这些芯片 基本上中国是有机会自吸自足 现在说的是 2027年 即是三年后 这些28纳米芯片 即是广泛被应用的芯片 应该是 中国是可以占到全世界的市占率 应该可以去到四成那么多 不单止是自吸自足 甚至可以出口 所以这个28纳米 这些传统的制程芯片 应该就是 在中国来说 很多芯片的公司都可以生产到 那么这个市场已经是 我们不需要担心 美国不卖给我们 好了 那么 美国将会继续在高端芯片那里 即是12纳米以下 打压中国 那么中国当然是不会坐视不理 那么首先就是 应该这么说 其实大部分的需求 都是来自 这个是 比如你一个是 一个电器 或者一架电动车 假设一个电动车 这样才算 那么你可能需要 这些高端芯片 其实可能只需要几片而已 但是需要一些 Legacy chips 即是常用的那些 即是传统的芯片 可能需要百多个芯片 所以就是 只要 那个高端芯片 我们是 想办法 找到少量 或者想办法 好像华为那样 出了个麒麟芯片 不知为什么它会出到 当然现在都是疑问的 那就已经可以暂时顶住 至于 未来趋势发展 相信都是很快的 到时 连高端芯片 中国也有机会制造到 其实都是指日可待 那多久呢 真是很难说 但是如果你看回过往历史 其实如果看回 大概是 12年前左右 大部分全世界的芯片公司 都是生产28纳米而已 就是说2011 2012年 过去12年已经是 由28纳米 进化到进步到 生产2纳米 3纳米 所以你看到 进程是很快的 所以中国有能力 从现在是广泛地生产28纳米 从现在是广泛地生产28纳米 进步到去生产12纳米之下 甚至乎将来生产2纳米 3纳米 应该就不需要12年这么久的 可能是一半时间 甚至乎三分之一时间 如果三分之一时间 即是四年 一半时间即是六年 即是有机会 希望四至六年后 中国就可以有能力去生产 12 甚至乎2纳米 这些高端芯片 到时真的 美国想不震也挺难的 但是 不知为什么 美国有些芯片公司 同样都是生产高端芯片 英特意的股价 最近跌到趴在那里 腰斩了 但是英伟达 依然是高期的 给大家看看 最近这几个月 这个是英特意的股价 如果在今年1月 它仍然是4、50美元 最近竟然跌到只有20美元 也挺麻烦的 英特意你还是生产高端芯片的 中国还没打你 你已经是自己跌了 那出了什么事呢 马上看看 最近的季度业绩公布 原来 它今年 业绩原来差了很多 2021年它是赚198亿美元 2022年就赚80亿 2023年原来赚16亿美元 或者其实 过去三年也很差 盈利是跌得很厉害的 所以不关中国打压的事 是它自己本身有问题 它的营收是减少的 营收就是营业额 2021年是790亿美元 2022年就跌到630亿 2023年是跌到540多亿 即是 营收连续三年跌 接着就是成本大幅上升 就是那个科研的费用 就再上升 研发费用 没有少到的 2021年是151亿 2022年是175亿 2023年是160亿 即是 使用的钱 研发是多了 但是做的生意少了 成本是升了 所以利润是跌了 跌得很快 如果是这样的话 就是英特业本身公司的问题 不是说 中国因为在28纳米的生产 已经追上 不用跟你买 因为英特业也不是卖 也不是卖这些 他也是卖12纳米以下 但是他本身问题 中国还没有打到 你们已经跌了下来 这间公司 如果是这样 就变成了管理层有问题 所以都是被资质的 好了 至于英伟达 大家其实也要留意着 为什么这么说呢 英伟达其实也是波动的 如果看回一年 他的股价也是不差的 他一年前说的是 4-50美元而已 4-50美元 他今年是 6-7月 应该是5-6月左右 升到他的历史新高 大概是140美元 然后也跌了 随着纳指 他也调整得很紧要的 跌下去大概是100美元左右 现在就上回126 好了 现在英伟达 依然是卖高端芯片 卖得很好 还有 他包装了一些 不同的芯片 让他可以符合 卖给中国的要求 所以他那个盈利 暂时也不是太受影响 美国政府当然要再限制他 但是英伟达就可能是 包装到 他能做到一些芯片 符合要求 就可以卖给中国 所以 暂时 盈利影响不大 那就很难说了 现在就密切注视了 究竟中国 4-6年之后 是否有能力生产 12纳米以下 甚至乎 最能达到2纳米 的芯片 这个拭目以待 现在 如果假设中国真的4-6年 可以 其实 英伟达的股价 就不会4-6年后才下跌 一定是早2-3年开始下跌 极有可能 英伟达的股价 未来1-2年 都是高企的 但是 接着就很难说了 密切注视 都是看着图来做的 就是 如果他再跌低 100的 那就走 他下跌到100 上到126 那就强 正路 未来1-2年 如果仍是卖得好的 高端芯片 正路还可以创新高 但是如果他创不到新高 做了双顶 或者三顶 其实已经做了双顶 如果三顶也创不到 你也可能要走一半 如果你持续这个股票 另外一半 跌破了100 就走过去 就不要再跌了 千万不要再跌破100 其实这个图可以告诉你 怎样做 没有人知道 图会怎样走 但是图有些重要的 支持是你不能跌的 跌低过它 跌低过它 基本上也要走 等于香港的楼市 如果看回中原市 股价也是 跌低了重要的支持 一定是走的 希望他做了一个顶 两个顶 现在希望可以做三个顶 然后再上升高 看就这样看 如果大家持续股票 当然要上升 但另一方面就是 看底中国的高端芯片发展 是不是真的可以4-6年后 就能追上了 如果真的的话 英伟达就不用等4-6年了 那个股价 最多升一两年 接着就拜拜 英特尔更加坏了 很明显是他的管理层有问题 他还在生产高端芯片 低纳米 12纳米以下 自己的股价已经残了 中国也未出来竞争 你已经残了 很出于你自己的问题 好 继续观察中国的芯片业发展 暂时来说 那个势头也不是太差的 起码我们28纳米 已经可以自吸自足了 好 那就讲到最后的题目 最后的题目 突然看到一个新闻 就说 打架 打什么架呢 先看看 好 有个人扑上去 就抢一些东西 另一个人 黑色西装就走过去 就跟这个 淺啡色西装这两个人就扭在一起 好像摔角那样 抢什么呢 原来就是抢这个东西 原来在桌面 出现了 一个叫做西撒哈拉代表 这个名牌 好 谢谢 这个情况 就出现在日本东京 原来最近 日本东京 就举办这个叫做非洲会议 正式来说是叫做非洲开发会议 PICAD 这是一个部长级会议 就在8月23号 就在日本东京举行 有很多非洲的代表出席 说这个非洲发展 那在这个会议 就是有一个代表 其实他没有被邀请 就是没有被正式邀请 但是他也是出席 那就 接着呢 出席的时候 谈谈谈 这个会议正在开 这个代表就拿了这个名牌 自己拿出来的 就是西撒哈拉 西撒哈拉国家 正式名字叫做 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 简称西撒国 就是西撒哈拉国 拿了出来 好了 接着呢 他周边的国家 其中一个国家的代表 是摩洛哥 这个就是非洲的 西北部角落头 西北部角落头 这里就是西撒哈拉 在他的 东北和东边 北边就是摩洛哥 在他的东边就是阿尔及利亚 原来长期来说 西撒哈拉 就是 有部分地方 有四分三地方被摩洛哥 控制住的 另外有一个 有四分之一地方 就自称是西撒国 就由阿尔及利亚支持 这个西撒国 全世界只有30个国家承认 联合国就不承认 日本也不承认 但是这个西撒国 就想独立 就由阿尔及利亚支持 其余西撒哈拉的 国土就由摩洛哥 控制 所以在西撒哈拉这个地方 四分三 摩洛哥控制 四分一想搞独立 就由阿尔及利亚支持 所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就常常在西撒哈拉这个国土上有争论 摩洛哥就说是他的 就不让其中四分一的土地独立 但是四分一独立就说要成立西撒国 阿尔及利亚就说我支持你独立 所以长年累月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就有争论 在西撒哈拉这个地方有争议 这次争议的地方就出现在非洲的会议 西撒国的代表 不知道为什么会出席 接着就拿了名牌 西撒国的名牌 那摩洛哥的代表看到 就想去抢走他这个名牌 就认为这个西撒国代表不应该出现 想去抢走他的名牌 那当摩洛哥走去抢这个名牌的时候 阿尔及利亚就支持西撒国 就去抓这个 摩洛哥这个代表 就跟他 互相有 动作 打起上来 跟着就是 倒地 好像打摔角 这个就是日前 在8月23日 出现了 令人发笑的一个 情境 原来就是关于西撒国的 这个独立问题 就是上年 摩洛哥和 阿尔及利亚有争论 原来就不只是2024年有打过架 2017年有打过 2022年有打过 2017年 当时这个会 就在 8月24日举行 当时 西撒哈拉人士就强行要求参加 摩洛哥代表就在门口 会场就不让他 进入 然后就双方发生激烈冲突 其他代表加入其中造成混乱 结果当日的举行的全体会议被逼取消 2017年 那时候更糟糕 那时候是西撒哈拉的代表要入场 摩洛哥也不让他进入 因为这个西撒国就是要独立 就是占领了西撒哈拉的四分一土地 那是要独立的 摩洛哥当然不让他进入 摩洛哥控制其余四分三国家 这个西撒哈拉国家的地方 那2022年这个会在特尼斯举行 在非洲特尼斯 那当时就邀请了西撒国的人参加 那就是日本政府谴责 那就是结果当年又有一些肢体上的冲突 那今年2024 又发生了类似的冲突 那原来就是有这样的历史的 那看到这个事件 那原来很多西方传媒是没有报道这件事的 就是息事令人 日本传媒都不敢报道 那原来 哪里敢报道呢 那就是沙特阿拉伯的阿拉伯新闻 和摩洛哥的不菲邮报 他们的网站就是有报道的 所以阿尚峰才看到这个新闻 如果看不到 也不知道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 也不知道原来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不怪得知 有时看到他们在足球上 打生打死 是西兽的 原来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是西兽 原来向来 都有西撒哈拉的主权争议 不怪得 非洲国家杯 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 还有埃及 几个强国 非洲强国就是摩洛哥 阿尔及利亚 埃及 近年来说 就是摩洛哥和埃及比较好 阿尔及利亚的成绩是差了一点 但是以往我看到 当摩洛哥对着阿尔及利亚 两个好像仇人见面 相当火药味 很浓厚的 原来 看回历史 是有一个西撒哈拉的主权争议 一直都是在做 两个国家是在赞 不怪得 两个国家 似对方是大仇人 大家好 巴士的布除了在YouTube有视频之外 在另一个平台石楼台都有视频看 石楼台有很多独家内容 如果有关订阅或者使用的问题 欢迎你在香港办公时间 致电3610 3800 或者是发电邮给我们 制作内容需要投入很多的资源 希望你都支持巴士的布订阅石楼台 有你的支持 我们才可以继续制作 多谢大家